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以为华铁卢应该在某个跟法国比较近的地方 在华铁卢车站仍旧成为了高运量的车站 随着需求增加额外的月台也就在原先的建筑物旁边围绕建造 就是后来很知名的中央车站 不管是标记错误或根本没有标记 美国月台都有自己的入口与售票处 在1869年另一个就在街道对面新捡的华铁卢交界站启用 更增加了非常多的混乱 华铁卢车站伴随着乘客无论是生或死 为了因应伦敦拥挤的公墓 亦会在1852年成立了伦敦墓地和林园公司 主要两项工作是在城市外围创造新的墓地 并将死者运送出来 前一项工作靠着在萨里建造500英亩的墓地而完成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墓园 后面的工作则是靠着建立墓地铁路 一条私人铁路用来将遗体直接从华铁卢运到萨里 华铁卢被选择作为出发点 是因为它的地点就在蔡务市河旁 能让来自伦敦各地方的尸体都运到这个火车站来 这就像一个美丽的童话不是吗 有时候生活真的可以很神奇 它们都不会害怕喔 鸭花 这鸭土我刚刚拿到了吧 圣月汉草 迷信这种植物在古代迷信中 是一种让人抵抗鬼灵驱逐恶鬼的木品 因此又称为 恶魔飞翔 后来现代植物学家将其命名为圣月汉草 基于同样的理由 这种植物也被称为 这个不知道什么 意思是地球上的太阳 因为 根据迷信 黑暗中的鬼魂会在接触 发光体时魂飞魄散 花语 兰贝斯公 自13世纪开始 兰贝斯公 就一直是 称为英格兰宗教权威的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伦敦的居所 也因为兰贝斯公 临近西姆 也因为兰贝斯公 所以断于当时 集阵教大权 集阵教大权 于一生的坎特伯雷大主教 是一个居家的住处 第一位居于此地的大主教 是史蒂芬兰顿大主教 他在1215年签订大宪章事件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大宪章这么早 兰贝斯公经历了 英格兰多年战火的摧残和破坏 特别是英格兰内战 更让兰贝斯公残破不堪 直到19世纪才被完全修复 在彻底翻修之前 建筑师爱德华布罗曾说 兰贝斯公是个 断臂残款 这下还真引起我们 独独平坦的兴趣了 南贝斯公中著名的建筑物 有作为路口和外宾住所的摩顿塔 即自西元1610年开放至今 且藏书古老 可以追溯至十世纪的王宫图书馆 另外就是大主教的四人礼拜堂 对那种荣苏 我给你们看 就是 是